透过照护服务 也希望能够看到长辈们幸福的模样 台湾全能关怀照护服务协会 主张长辈幸福快乐是一种权利 连续三年举办为长辈再次拍婚纱的幸福活动 每一年的报名都会拖一段的时间 因为子孙代为报名 长辈害羞不愿参加 台湾全能关怀照护服务协会 主张引发高龄有快乐幸福的权利 所以我们已经连续第三年 为长辈来再拍一次幸福婚纱 让他们首付这个年轻时结婚的幸福美好记忆 那今年特别不一样 今年我们服务的20对拍照的长者 都是失智者 尤其失智者他在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再拍一次幸福婚纱的活动 让长辈守护的这个记忆 也很高兴 我们结婚38年了 之前都是老婆在照顾 今天有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全能关怀协会的主办 我们的秘书长 感谢我们秘书长 还有这位老师 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这里拍婚纱 也是秘书长的爱心 在这里我们真的感谢他们 我也是很高兴 真的 看到每个长辈坐在梳妆台前 精心的化妆 整理头发 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 更应该持续举办 鼓励长者勇于追求美丽与幸福 高龄者也可以美丽与时尚 时放新闻归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